好 那麼在各位桌面我們資料裡面 您有一個那個7GIF對不對 這樣按右邊 7GIF It's right here 你們沒有變成中文 第三個就對了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免費軟體的資料夾 你進去之後就會看到 好 那我們先來看喔 您在這個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就是這個 文字檔 有一個文字檔 它的副檔名叫PCL PCL 這個是我在那個九德國小 五日九德國小的 一個線上簡報做的 您可以把 Photocab打開之後呢 您要開啟舊檔的方式或載入影像 找到那個檔案 放進來 放進來 當然如果你要偷懶的話也可以 怎麼做 就是把這個 按著丟到那個鋁子裡面去 我都是這樣子啦 我都是這樣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打開 這樣OK嗎 那你可以看到我裡面是不是已經就把 其實就好像你打TOWPOINT的簡報一樣 要不要打字 你要先準備好嗎 一樣的 我只是把它準備在這邊而已 準備在這邊 那 現在呢 你如果說 不想要用這麼多的 也沒關係 我們就開一個新的也可以 開個新的 我把需要的 檔案就放進去 假設你要開比較小一點的 我們就先按 制定的 也OK 小一點點 沒有關係 那 你要打字在哪 在右手邊 你有發現有三種 第一種 好像我們在簡報裡面的那種美工字一樣 對不對 美工圖庫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挑選 第二種呢 是如果你的字比較多的 我們握的裡面 或簡報裡面不是有那個叫文字框嗎 裡面是不是可以設什麼 類似像這樣不同的文字的顏色大小 對不對 第二種是 第三種比較類似像我們的 那個叫做 文字藝術師 對不對 文字藝術師 所以這個 你看的應該就會了 那我現在呢 比較單純一點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字 這裡我把它刪掉 從這邊比較單純就直接從這邊選就好 選擇你要的 文字 好 到這邊 上面這裡就可以 直接改 直接改 還有你字的顏色 大小 萬一 這邊比如說我們來看 我這裡 找一個 好 找到你喜歡的 點這邊也可以 因為這裡面的字型也可以從這邊直接修正 好假設微軟正黑體那你要有點陰影的話點到陰影這邊按個打勾 有沒有陰影就跑出來了 陰影就跑出來那 位置藍你可以直接調整一下 那邊框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比較寬一點點如果你要少一點點就從這邊調 這樣就可以了 好待會呢如果做好了之後我們再把它拿出來 好再把它拿出來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先稍微試一下 看你是要開啟我的檔案也可以 或者你就直接開個新的 好直接開一個新的 我的檔案只是給你做一個參考 我是這樣把它全部都打在一起 這樣比較快 比較快喔 那如果說你要比較小一點的也沒有關係就一次一個來 一次一個一個來用就好了 好現在各位如果做好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囉 那麼要拿出來其實最重要是你要認識一種格式 因為我們待會有一個clippingmagic.com 這個線上去備服務呢 也是那種格式 網頁上的圖片格式 各位一般最常見的大概是哪幾種 JPG 對不對 因為縮相機就有了吧 但是這個很抱歉 JPG的話 是不能 帶有透明度的 你記不 各位應該用過office還記得如果他是圖片有一支筆叫做色為透明 有沒有印象 如果你點到圖片可以用一個 好像D管這樣去吸一個顏色就色的這個顏色是透明的 但是這種方法通常不是很好 因為有些時候去的效果很差 另外一種常見的格式叫GIF GIF GIF可以做動畫 可是很抱歉 他最多顏色只有256色 所以也不是很適合 那怎麼辦 所以到了IE差不多4.0 就是那個 7.0以後他支援新的一種格式叫做PNG PNG 那麼他是一個縮寫叫做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可需式的網頁圖片 這個最大好處他的透明度 可以有256種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在這邊是不是透明的 就是那個陰影是半透明的 對不對 待會出去到上面的時候就是半透明的 所以你要做漸層那些都OK 都OK 所以建議各位以後如果你要用盡量用這種格式會比較好 那怎麼把它輸出成這種格式呢 我們從這邊來 首先您看到右手邊 因為Photocab有一個很大好處他是具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你每打一個物件就是一個這樣有沒有 那假設呢如果你還要想要加入一些插圖的話 他有送你這個圖庫 這個 內建的圖庫 你也可以自己找 待會我們介紹各位網路上還有很多 好 這裡 找到你覺得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想要這一支 按下去 有沒有 當然 這個 要放在上面的話 有沒有 塗層的調整 是不是像這樣 調整順序 那 只要有出現的紅色線表示就是移到上面去 有沒有上來了 好 現在呢 這個你要拿出去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請把它的背景 先關掉 因為我不要那個背景對不對 背景只是方便你打字的時候比較知道說大概出來是什麼樣子而已 好我先把它關掉之後你就直接來這邊儲存 那麼儲存的時候這裡分成兩 幾種格式 您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已經是確定 就是要拿出去的 我們就直接選PNG 但是呢如果這個字 您希望未來還可以再做編輯的 你要存的它專屬的格式 就好像WORD你會存的DOC或DOCS一樣 好那這裡稍等一下下 這等一下那我先給你看這邊 我剛剛已經先匯進去了 你要怎麼匯進去 從這邊插入裡面有沒有圖片 從這邊選 那插入圖片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來自什麼 自己電腦的檔案 對不對 另外一種方式 平常各位都有用過Google找圖片吧 你也不用再到Google去了 直接在這邊打關鍵字就好 關鍵字就好 比如說 我在這邊打一個中正 好 你就直接Google 有沒有全部好出來的 講中正也出來了嘛 所以你要這一張 點一下 把它丟出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把收訊已經跟我們的簡報就結合在一起了 你不用這一張圖不用那麼麻煩它自己下載再上傳 它就直接把你解決掉了 好 那所以 放大縮小啦 這個應該都沒問題嘛 這個我 不用特別講 把它拿掉 那如果你是你的 進來就像這樣 像我剛剛 上傳上來的 這個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拉拉下來 有沒有全部都在上面了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利用什麼 裁切的方式 比如說我現在這是做標題的 我就只把它留標題的地方就好 先取消一下 點到它 好 我先滾輪後退一點 好 點到它 放大一點 OK 裁切 從下面拉上來 好點到旁邊就好了 點到這個不夠大 放大放大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我就取代它的標題嘛 那 我要放下面的時候 我就再裁切 放另外位置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比較快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說 你一張一張放進來也是可以啦 也不反對 但是 這樣子全部都放進去 就比較快 萬一有錯 或者你要再另外再補充的 再放另外一個 好再放另外一個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這裡 剛剛已經OK了 好你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好幾種 儲存的格式 對不對 如果你選擇它的叫工作檔 那麼這些塗層 下次還可以繼續編輯 可是那當然就不適合在網頁上看 所以你要出去的時候就麻煩你選的PNG 但是重點在哪裡 要 這個 32位元 因為32位元才會包含這個透明的資訊 透明的資訊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傳上去了 好吧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你中文要什麼字型 就沒有問題 當然這個 大概是剛開始 各位比較不習慣的地方 可能因為我們在 泡泡裡面 你要什麼字型 弄好了 就直接上去了 那我們這邊 要多一個動作 幫它轉成圖片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不用受限於它上面 中文有缺字的 一個困擾 好